创造赢总决赛已经过去一周了,11个人成团,12个人快乐。 那个没成团还快乐的人就是丽璐休老师。 丽老师是笑着下班的,他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,丽老师下班之后就飞北京了。 在各个平台发表了感谢粉丝让他下班的小作文之后,大家都会以为他会消失。 然而丽老师这几天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热搜上,因为很多人都在北京的三里藤偶遇正在逛街的丽老师。 他每次都是穿得很简洁,时不时走走停停还看看手机并且走的。 超级快,大家都知道三里藤人很多,几乎是年轻人聚集的场所。 如此大摇大摆走在街上的丽老师,让所有的路人都能轻易偶遇丽路休。 但是很奇怪的是,没有一个路人赶上去跟丽老师搭话网友们反应。 很多人都让出来了,但是没有人敢和他搭话,个个保持观望状态。 偶遇丽路休静没人敢上前,令人感慨粉丝们的分寸感也太强了。 有热搜还能在路上瞎走,丽老师这份能耐确实多一份呢。 丽老师自己逛街完全没有受到。 打扰他还在社交平台回复粉丝,喜欢一个人上街溜达。 丽老师是真的快乐的下班了,就像下班的社处一样。 工作上的事情谁都找不到他。 其实在丽老师下班的这几天,几乎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找他。 丽老师关注的甘望星的某视频平台,甘望星回关了他。 想通过这个平台,私信丽老师加一下他的联系方式。 但丽老师是拒绝任何人给发消息的。 甘望星很惨的联系不到丽老师。 其他和丽老师比较亲近的营里面的好朋友。 问也都联系不到他,更别提一些合作伙伴了。 现在丽老师的路人粉基础很大,并且没有负面新闻。 也算是如今的一个顶流了。 每天几乎都要挂在热搜上有合作方向联系丽老师的公司。 公司的人也说联系不到他。 这搞笑了,丽露修自从下岛以后就成为了品牌方首中的香波波。 一群人在媒体群里求他公司老板的联系方式,想促成合作。 这次某手机品牌也联系了丽露修和景田,丽老师手上有很多合作。 不过他都懒得看,无聊的。 时候才会去选一选,真的是娱乐圈清流啊。 如果这次和景田合作是真的,那么也能给双方带来很大流量。 双方都不会太亏。 丽露修在创造营节目中待了这么长时间,不知道他要用多长时间来质疑这几个月现在已经完全放飞自我了。 粉丝和网友们也得很尊重他。 就算他不营业也没有关系,只要丽老师开心就好。 创造营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。 想要回归到之前那样有可能。 希望他能够尽快适应吧。 近日放出的,一段创造营2021学员练习成团之夜舞蹈的视频。 有网友发现丽露修老师根本没有学业没有跳。 堪称丽露修大型滑水现场。 丽老师反驳说我又不成团。 当然不学舞蹈了。 这么一说大家感觉也还是有点道理的。 哈哈,我们进视武力反驳。 视频中丽老师夜站到了C位,网友们感觉也是圆满了。 每天的快乐都是丽老师给的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